大家好欢迎收看爱儿L 我是爱儿L 重机展快要到了 然后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在重机展贩卖什么商品呢 我的雨衣已经快要卖完了 当然这次重机展我们会把最后剩下的几个 颜色跟尺寸不多的雨衣带到现场 让大家实际的试穿跟购买 但除此之外 我的下一个产品到底要做什么 我是一直想不到 而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做了很多的测试 比如说做T恤好了 实际打样之后发现 哇我印上的黑色logo颜色不够黑 白色的T恤厚度不够厚有一点太薄了 觉得质感不是我想要的 就让我有点卡关 想说那我再换下一个产品好了 下一个产品我想做的是头套 会想做头套是因为 头套现在都是有痕迹的 会压到我的鼻梁上面常常红红的 或者是额头上面会有安全帽的压痕 我就想要做无痕的头套 结果无痕头套的这个成本很高 一定会有缝线跟接缝的地方 可是到底缝线会在哪边接缝会在哪边 厂商跟我沟通的时候又是不清不楚的 让我觉得很困扰 于是乎今天我们就骑着车准备到一个非常厉害的研究所 我听人家跟我讲这里有最新的AI技术 让我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我想要的材质 布料以及拼接方式 甚至可以用3D的方式打样出我想要做的产品 它会长什么样子 它穿起来是什么样子 或者是它用起来这个硬挺程度厚薄程度会是什么样子 可以透过3D电脑来呈现 这让我有点萌萌冻冻又非常的好奇 必须一探究竟 就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一探究竟 同时也邀请大家 如果你有想要AIR出什么样的产品 欢迎留言告诉我 出发吧 耶我们现在来到了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 全新的DGFAB技术 在这边就能够一探究竟 话不多说马上跟着我进来看看 要用什么方式能够解决我刚刚这种找不到产品布料的困扰呢 出发 杉猪长好 AIR你好 我真的是要来拜托拜托了 怎么了 找布料花时间 然后跑来跑去 然后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对 然后听说你们在2023年拿到了爱迪森金奖 对 这种金奖的荣耀就是我要找的人 谢谢 这项技术它怎么会有这个发想呢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纺织业主要就是以外销为主 是 那我们现在目前纺织业的那个机能性布料 全世界是有名的 因为这样子我们会需要跟品牌密切的接触 往往是开发很多布料 然后要把这些布料寄去给品牌 让他们去确认 这个部分就非常耗时间 尤其是疫情的关系 运势更慢 我们又不能出去 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帮厂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要怎么去帮厂商跟对方的品牌做沟通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应该要去帮厂商建立这个数位化的技术 疫情催生了很多东西 是啊 对就是改变了很多生活形态 了解 所以这项技术其实就如同您刚所说的 帮大家节省时间成本 然后又能够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然后另外想要问的是像您刚提到的是 我们是对厂商或是对大型的品牌 那如果是一般设计师也能够使用这样子的服务吗 这样子的平台 当然是没问题的 帮厂商做的就是 我们可以让他们把他的规格 他的需求输进去 他可以找到适合的布料 设计师可能他对布料规格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他可能想要一个手感的感觉 我可能说我要找到柔软的布料 或者说垂坠性很好的布料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也帮设计师做了很贴心的设计 做一些等级的切分 让他们可以从这个手感他就可以找到他想要的布料 等于说厂商他有专业的一些数据 他可以去直接告诉你们 但是一般设计师或者是像我这种小白 就只会讲说我要厚一点薄一点 我要软一点硬一点的这种 居然也能够在平台上面直接做选择跟操控 带我去看 好 没问题 带我去看 好的 组长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步骤 这个大型的AI数据资料库一定是要有资料的进入嘛 对 没错 那我都把你话讲完了怎么办 没关系 因为我刚一看我就突然懂了 还是麻烦组长帮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关卡是要做什么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有布料之后 我们要怎么把它变数位化 主要就是我们要先把影像先拍下来 我们才能知道说它长什么样子嘛 这台机器就是拍影像的部分 不要看这台机器看起来很像玩具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跟台湾TC3D公司合作 来做数位布料的2D截取工具 这个工具的好处就是 其实它只需要一台手机 它就可以把图像拍摄下来 所谓的图像就是布料对不对 对 布料2D的影像 拍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传到云端去 那云端它就会展开成不同的图层 可以呈现布料的一些凹凸面啊 纹路 纹路 它都可以截取出来 而且听说这个里面是一个小摄影棚的感觉 就是它里面是有打光的 所以等一下实际操作来看一下 使用方式以及数据收集的方式 下一步骤我们要往哪里去 下一步骤我们就要到检验部去 我们有手感测试的设备 就可以把布料的一些物理性质去转成数据化 存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好的 我们刚刚在第一步骤 已经把所有的布样就是2D的影像 输入到资料库当中了 接下来到了第二步骤 要来麻烦副组长帮我们一个忙 这些布料怎么都剪成这样L型呢 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像一个L型呢 是因为我们布料啊 其实有分它的 纵向跟横向 缩织布我们就是调到 筋向跟尾向 所以布呢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 就必须裁成这样的形状 来测试它不同方向的一个物理特性 那放到机器当中啊 就是它测的数据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 那我们这台设备呢叫FTT 它是测一个布料的手感 所以呢我们测布料的手感来说 可以想像手的感觉是有很多元的 所以它里面呢就有四个模组 有包含了热流 压缩 弯曲 以及表面特性 所以测出来呢总共会有18个参数这么多 对来综合评估我们这个手触摸的感觉 所以就是这L型放进机器当中去做测试 然后能够测试出这么多的一个结果 然后并且会显示在电脑上面 然后电脑上面的数据 就会再上传回到我们的云端资料库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回到我们的网站上面 去找到你要的布料 这样就完成了吗 还有其他的资料要上传的吗 有 我们还有一项布料的拉伸测试 还没有完成 一样在这边就能够完成吗 对 请带我们去看一下要如何测试 那接下来呢 这边是我们的拉伸测试 那可以看到呢 这是我们的测试的布料 我把它拉拉看 它是有弹性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布料要测拉伸 是因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理特性 一样就是布料有分金像跟尾像 所以我们金像跟尾像也会同样做这个 两个拉伸的方向都要做 所以它的结果出来也会是 金像的拉伸数据是多少 尾像的拉伸数据是多少 它现在把它布固定上去 对 那我们就设定机台的一个拉伸的速度 那我们这个测试呢 都是有依照国际标准的一个方法来进行测试 包含四片的大小 还有它四片拉伸的距离 还有它的速度 都是依照我们国际标准的方法来进行的 那它拉到什么时候 就会知道说不能再拉了 我们这个测试条件呢 并不是要拉断它 所以我们是固定一个力量 到了那个力量就停 看它拉伸的一个比率 它跟一般我们的那种沙发那座测试不一样 不是要说它做到多少次会坏掉 而是说每一个东西用这样的力量拉 然后它的数据是多少 对 很了解了解 OK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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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组长 这些布料我全部都已经传到云端上面了 辛苦了 我是最厉害的小帮手 对 很棒 就为了要帮大家找出 我的这个个人产品的布料 我有点期待资料库云端上面 实际操控的样子 好 那我们可以来展示给你们看 接下来就看一下我们的画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DigiFab的首页 好美喔 那我们首页登入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有近2000笔的布料 都在这里面了 它这边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快速搜寻 我要一个红松的双毛布 它直接帮你放出来了 就直接双毛布 然后或者说要找一些运动山的那种网眼布 它就直接有快速键给你点进去 它就把所有的网眼布展示出来 让你去挑选 那像这样子就是所有的网眼布 然后我发现连就是它的那个洞洞的大小 都可以看得到耶 它是可以放大 可以帮你把这个布料的整个组织纹路 都放得非常清楚 稍等一下 这是刚刚那个手机可以拍出来的 是啊 太厉害了吧 而且最右边的那个3D画面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展现它的垂坠的状态 它就可以做一个模拟的动画 就是说这个布料 它放在一个转开之后 它的垂坠的效果 我可以想象耶 它是转起来 然后再慢慢坠下来的那个效果 垂坠度 那我想问一下 目前有使用我们这套系统的 有没有什么比较 我们耳熟能详的会员 或者是正在跟你们技术合作的品牌厂商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T-NET的会员 其实它就可以免费使用DigiVab 仿制厂 我们现在目前技术合作的部分 像立肯国际 那我们现在有技术移转 建立数位布料 像全硕 还有宏远公司 也都是我们协助他们 等于说很多的布料 也持续地加入我们的资料库当中 很多的品牌跟产业 也持续地在使用我们的资料库 做新产品当中 对 所以难怪是金奖耶 这个发明真的很赞耶 所以其实对于不管创业者 或是厂商来说 他们的布料 其实在搜寻上面 更简短时间 然后更多元更广 甚至可以交流到更多的人 没错 你真的太厉害了 我真是聪明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厉害的 还有什么 这个是我们有布料 我们把布料建进去 但是如果说 我们想要开发布料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 虚拟设计的功能 是可以帮厂商 在他还没开发之前 他可以先把这个 他想要的布料 去模拟出来 然后再去确认说 这块布是不是他要的 哇 这个厉害了 这个功能我们也是一样 可以在网站上面做操作吗 它大概会要怎么做 我们先上传我们想要的图案 那如果说迷彩的话 那先上传上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 图片的大小 所以就可以设定 一个单元的大小 这个只是图案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 有规格部分 就是包含物理性质的部分 我们就是把我们需要的一些 像规格 步骤 这些部分把它拼引进去之后 它就可以利用我们AI的这个技术 找到最适合虚拟布料的物理性质 那我们把布料选择出来之后 实际穿在身上的感觉 不会也能够在你们的平台可以感受吧 因为你刚刚有那个垂坠 那有可能是穿在我身上的感觉吗 模拟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市面上 已经有很多成熟软体可以使用了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把这个我们的虚拟布料 设计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打包成设计系统需要的格式 所以它其实像画面上 右手边这边就是它的服装的版型 然后跟实际穿起来的样子 它穿上去之后 我们需要再放大看材质吗 还是重点只是它的版型而已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 因为主要是你要看它 可能它的垂坠度怎么样 因为我们这是宿舍嘛 那如果说以后它如果是有花纹的话 你可以看它花纹的比例 是不是你要的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设定大小花纹 你本来想要一个小花密集的 那可是我太大了 这个部分就可以再修改 或者甚至于是你的Logo 要放在衣服的哪一个位置 就算不重复 你也可以确定位置对不对 对 可以节省很多前期开发的时间 你就不用说我全部做完之后 我才确定我的衣服是不是符合我要的 那那个MODEL的身高体重 也可以设定的吗 当然可以 对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身高体重 你的身体放上去的 好啦 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 注入我的进去 对 你看它变宽了 有没有 我就是这样这边 我有这个假胯宽的问题 现在真的都要靠衣服来修身 所以你要把这个MODEL 设定成这样矮矮胖胖的才准 刚刚MODEL太漂亮 衣服怎么做都好看 好啦 就胡闹一下这样就好了 总之它 连同这个MODEL的身高体重 然后以及 服装的版型都可以去做调整 像这种有小富的人 衣服就要买大一点 哇 组长今天有你带我们这样子 一整套的流程走完 我对于这个纺织产业又更加清楚了 就如同你所说的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纺织大国 对 对 没想到有这么多 厉害的技术都在台湾 刚刚我们来到了三楼这个展示区域 我发现更多厉害的东西 比如说泼水会变形的墨水 对 让这个超马老爹在跑步的时候 只要一流汗 它衣服不会吸在身上 会凸起来 它可以舒适的跑步 对 空气的流通然后不黏腻 对 还有更厉害的是导电墨水 你衣服就是这样一件柔软的衣服 居然可以亮个灯 对 我就觉得哇 好厉害喔 就是颠覆了很多过去的想象 谢谢你今天过来 其实我们要感谢我们经济部技術处 给我们经费的支援 让我们可以在防制领域上面 一直发展新的技术 希望可以找到你适合的布料 是的 今天来这边 我真的有更多的灵感 更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然后也很高兴能够来拜访 那我们就谢谢组长啦 下次见 拜拜 好的 那我们线上的观众粉丝朋友呢 今天这个影片是不是让你也长进知识了呢 认识了更多的布料材质 以及它的这个特性 那到底艾儿的下一个个人产品要做什么呢 能不能够赶在重机展上面来做发表 就邀请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就让大家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次再见 拜拜